收封休闲农业区希望以国际与创新思维 扶植休闲农产业区内的青农 激发青农与休闲农业区内的业者 以创新能量加速国际接轨 改善农产业的发展 并且催生青农独角兽 活络休闲农业区的经济发展 收封休闲农业区能够提供 亲子共游健康有机和农村的价值体验 休闲娱乐区域 为了让休闲农业区的农友提升竞争力 举办了多场次的讲座和课程 近日是请到了杨涵老师 对于休闲区内的青农说明 撰写计划以及地方创生观点 推动食农教育课程 激发在地青农与休闲农业区业者 创新的新能量 因为其实在募制平台上面 要领缘控制的案例其实也很多 可是其实他募不到钱 不代表他本身的产品不好 你看他不是说还是很强调 他们自己产品关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他已经是有 他除了产品关之外 他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环节啊 那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边 假设我们这里受购药 要在募制平台上面 我们要提一个案子 可能我们的提案的做法 也许会想像这样 县议员林平阳也表示 维持农村生活与安静乐活 是相当不容易 而且要能够持续的发展 就必须提升内部的教育训练 能够看到农村的第二代青年 积极的参与课程研讨 可预见未来收封休闲农业区 创新新能量的发展 那我们也感谢杨老师的一个用心 让我们的学员都能够了解到 在休闲农业区 不只是这个网路行销的一个重要性 那特别也撰写计划的这个内容 也是相当的一个重要 让他们也能够透过这次的课程 了解到能够向哪些工部门申请经费 那我们也相信天涯若比林 网路无国际 那能够透过网路 可以让他们的这个农产品 能够销售的更广 那也打开他们所有农业的一个视野 那相信这个课程 一定可以带给他们更好的一个方向 兽风休闲农业区幅延辽阔 种植了相当多的果树以及植物 也饲养了放牧的土山鸡 以及各式的动物水产 拥有丰富多样的农特产品 业者的专业知识提升更显得重要 才能够提供民众更好的服务与休闲品质 记者林杰 收风箱采访不到